你爱的真是他吗 如果他做生意能力没你强 他长得呢 没现在好看 你还会找他吗 也会 你骗人 没有 你其实爱的并不是他这个人 你爱的是被他爱的那种感觉 你爱的是被他呵护的时候 你那份自由 在这种感觉之下 你会觉得自己 慢慢地可能像一个宠物 或者你需要他对你宠爱 这才产生了你对于小狗的嫉妒心理 这是不正常的 明白吗 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宠你 因为他不是你的母亲 我感觉你也是在母亲的溺爱之下长大 如果你真正地爱一个人 你要知道他的需求在哪 你要满足他 他需要的不是你黏他 而是需要的你帮他 在他在外做生意劳累的时候 你要做做家务 你要关注他 他买一件衣服 那是因为他喜欢 你要满足他的喜欢 他逛街 你为什么就不能去陪他逛呢 他要的是你的陪伴的感觉 你都不能给他 你很自私 你只会得到 你不想付出 所以呢 你就黏着他 跟踪他 怕失去他 这么下去 你迟早是要分开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 就要了解他 让他能感觉到被爱的感觉 所以你先更加地独立起来 他需要一个帮手 他需要一个爱他的人 不仅仅是 他要去爱的人 明白吗 用你的实际的行动去爱他 一定会换回来 他更加地爱你 就这样 谢谢曲总 怎么去评判你们的感情 是否能继续 首先我们要看 这段感情是否健康 我希望你能感觉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